大家好,欢迎回到百万书格,一个伴随你迈向富足的频道。 股价起起伏伏,股市总是在牛熊之间轮换,这是市场的必然规律。 在多头市场里,即便毫无经验的投资人也能轻松赚得盆满钵满,仿佛找到了打开财富自由大门的钥匙。 牛市里的所有策略看起来都能奏效,人人都自信满满。 然而,只有当市场进入熊市,泡沫破裂时,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正如大浪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 在熊市中生存,更是成功的关键。 在市场低迷时,其实不是你放弃的时刻,而是应该反思、调整、累积的良机。 牛市让人兴奋,天天都有更好的股价,而熊市却教你如何看清自己和市场的真相。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在熊市中掌握机遇、调整心态、建立成熟的投资体系, 最终实现财富的累积与生活的平衡。 让我们把握每一次熊市的机会,为未来的财富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在顺境时,做出决策似乎非常简单。 然而,真正决定人生和投资成败的,是在逆境中的选择。 在面对压力与不确定性时,如何保持冷静、审慎决策,将直接影响未来的走向。 正如史玉柱所说,重大决策都是在他困境中做出的, 顺境时反而不敢轻易下定决心,因为犯错的风险很高。 在熊市的你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理性,才能做出决定性的选择。 在逆境中,保持冷静的关键是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风险。 很多人将短期的股价下跌视为风险,因而容易陷入恐慌。 但实际上,短期波动不过只是市场的常态。 对投资人来说,真正的风险,就是你所投资的企业长期价值受损, 或是你的投资体系无法承受时间的考验。 就像银行存款看似安全,但长期来看,银行所支付你的利息根本追不上通货膨胀, 而通货膨胀会不断侵蚀购买力,这才是隐藏的风险。 在熊市中,你真正要判断的是, 这家你所投资的公司在未来是否还有成长潜力? 这项投资是否能穿越牛熊周期? 当股价下跌时,市场上的杂音可能会让你动摇信心, 让你胡乱地以建价抛卖出手上的股票。 相反的,如果你的决策是基于深度的研究和独立思考, 就能在众人恐慌时稳如泰山, 趁机以更低的价格买进基本面非常优秀的公司股票。 逆境是最好的老师。 你会发现,多投市场时很多看似成功的策略 其实无法应付熊市。 网路上的股票大师大部分都会突然地消失。 要记得,失败不可避免, 但关键是从错误中学习。 在每次挫折后, 你都需要回顾自己的策略, 思考哪些地方需要调整。 投资是自我认知的过程, 你会更清楚自己真正懂得多少, 哪些地方需要补足。 伟大的投资者往往在逆境中成长, 他们学会如何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并在下一次机会到来时果断出击。 面对市场的低迷, 很容易陷入急于停损或频繁操作的陷阱。 然而, 逆境中的关键不在于追求快速翻盘, 而是耐心等待, 遵循经过验证的投资原则。 这个阶段, 你可能需要减少专注于每日波动, 把焦点放在公司的长期发展上。 投资也非常考验耐性。 巴菲特就曾说过, 股市是把钱从缺乏耐心的人手中 转移到有耐心的人手中。 耐心不仅是等待机会的勇气, 更是对自己信念的坚持。 当大多数人放弃时, 你仍然相信时间和富力的力量, 所以才能度过那段熊市的日子。 熊市是机会的温床。 股市低迷时, 许多优质资产可能因为市场情绪而被低估。 这时, 是你建构未来财富的最佳时机。 逆境中的决策, 如同拨下希望的种子, 当市场回升时, 它们将带来丰硕的果实。 在这个阶段, 你需要明确自己想投资什么样的公司, 并且依照规划逐步买入, 控制好部位, 避免因为恐慌而错失良机。 熊是不是让你远离市场, 而是要求你以更高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行动。 你依然可以继续投资, 继续处在市场里, 但是要确保自己持有的股票都是基本面依然优秀的公司, 或者是在熊市里依然能够继续派发现金股息的公司。 这样无论熊市里的股价跌到多么低的位置, 你依然可以安稳地过日子, 因为你知道你所投资的公司日常依然在运作, 到其的股息依然继续派发, 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熊市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 股价的不断下跌, 账户的资金缩水, 仿佛每一天都在考验投资人的心理极限。 在这样的环境下, 许多人陷入焦虑和沮丧,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投资。 然而, 成功的投资者不是从未遇过熊市, 而是学会如何在熊市中生存下来, 并以此为契机累积财富。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散户投资者, 首先你要意识到, 市场的涨跌如同自然界的四季交替, 是不可避免的。 就像没有永远的夏天, 市场也不可能一直在上涨。 理解并接受熊市是市场循环的一部分, 这将帮助你平复焦虑。 牛熊转换是市场的常态。 股市的大部分时间都伴随着波动和调整。 如果你希望在市场中长期生存, 你必须培养对波动的免疫力, 学会将其视为正常现象, 而非致命危机。 牛市让你赚钱, 但熊市才能让你买到真正的机会。 历史证明, 每次熊市都孕育着下一轮牛市的机会。 那些在市场最低股市依然坚持投资, 默默累积的人, 终将在市场回升时获得丰厚回报。 当市场悲观时, 正是挑选优质股的好时机。 专注于那些具有稳健财务, 竞争优势的企业, 他们往往会在下一轮牛市中崛起。 每次市场大跌时, 不妨想想, 未来五年, 十年后, 这些投资会不会成为你财富累积的基石?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不要害怕眼前的波动。 熊市往往考验一个人的心态。 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投资上, 很容易让自己陷入情绪的深渊。 因此, 在投资至于找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非常重要。 投资应该是一生的伴随, 而不是让你疲于奔命的负担。 将投资看作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非全部。 花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 培养兴趣嗜好, 投资的压力就不会吞噬你的生活。 给自己设定小目标, 享受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进步。 投资的受益不会立刻显现, 但生活的美好可以实时享受。 投资不仅是赚取利润的手段, 更是一种心态和生活方式的展现。 那些把投资看作短期游戏的人, 往往沉迷于市场的涨跌, 试图抓住每一次价格波动。 然而, 真正的投资者追求的是长期价值积累, 专注于理解企业和商业模式的本质, 用思维和耐心与时间做朋友。 短期博弈如同一场无止境的赌博。 投资者希望在短期内捕捉价格波动, 从而获得快钱。 但这种心态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市场充满不确定性, 价格涨跌常常受到宏观政策, 国际事件或市场情绪的影响, 无法准确预测。 即便是专业投资者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稳定获利。 此外, 短期交易不仅消耗时间和精力, 还伴随高昂的交易成本, 包括佣金、 税金和心理负担。 不断盯盘, 担心错过机会或做出错误决策, 会让你疲惫不堪。 这种心态与投资的初心背道而驰。 总之, 短期博弈让你陷入市场情绪的泥潭, 无法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把投资视为思考方式, 而非短期投机, 意味着你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逻辑体系, 而不是每天沉迷于市场的噪音。 这不仅能帮助你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 更能让你在投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乐趣。 真正的投资者是企业的合伙人, 而不是市场上的交易者。 以企业拥有者的思维来看公司, 思考问题的企业是否拥有核心竞争力。 未来5到10年, 这家公司能否维持成长? 还是这家公司的护城和构深, 以抵御市场竞争? 市场每天都在传递大量讯息, 但不是所有讯息都值得关注。 大多数的短期新闻和市场情绪, 对企业的长期价值影响甚为。 你要学会筛选有价值的讯息, 避免被市场情绪左右。 要知道, 财务自由不是靠几次短期赛局实现的, 而是依靠长期稳健的累积和理性投资。 当你把投资融入思维方式后, 它就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边追求个人成长, 一边让财富自然增值。 长期投资不仅让你累积财富, 也让你累积智慧。 透过这段旅程, 你将学会如何看待风险, 如何制定计划, 以及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这些经验和认知, 不仅适用于投资, 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投资不应成为生活的重负, 而是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真正成功的投资, 是在专注于生活本身的同时顺便完成的。 这意味着你的人生重点仍然是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而投资则是一种有意识的习惯, 透过累积财富, 为未来创造更多的自由与选择权。 过于执着于市场的涨跌, 反而会让生活失去色彩。 学会专注于生活, 顺便投资, 是一种更为健康, 可持续的投资哲学。 这将让你不再焦虑于短期波动, 而是在平静中享受时间和财富的双重重复。 投资是帮助你实现人生目标的工具, 而不是目标本身。 你不需要每天关注市场波动, 只要按照计划有条不紊的执行即可。 你可以开始设定自动化投资计划, 比如说每月固定将一部分收入投入指数基金或优质股票, 减少人为干预。 或是将投资目标与生活愿景挂钩, 让你的投资收益帮助你实现未来的旅行计划或教育基金, 而不是单纯追求账户数字的成长。 总的来说, 身为散户的我们应该让投资成为生活的调剂, 而非负担。 顺便投资的核心是用投资来为生活服务, 而不是让生活服务投资。 专注于当下的生活, 把投资当作长期习惯, 这样你会发现, 不需要每天为市场的涨跌而心力交瘁, 财富也会在不知不觉间增长。 投资是人生旅程中的伙伴, 而不是终点。 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天, 让财富在时间的陪伴中自然增值。 你会发现, 人生的美好不仅在于财富的积累, 更在于活得从容与幸福。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不想错过之后更多关于投资思维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影片见。